現在的陸港股 他們已經開始變成牛市 什麼牛市 技術性的牛市 因為從低點上來反彈 已經超過了20% 所以技術分析上面告訴你 那就叫做轉入牛市 轉強了啦 好 那轉強了 現在外資的看法 都好像已經變得 比較樂觀一點 但問題是 自己人住在香港 住在中國的這些投資者們 他們小韭菜怕怕的 他們說 每一次你告訴我很樂觀的時候 就是我要被割韭菜的時候 到底我們現在應該 怎麼來看陸港股呢 我們趕快有請資深分析師蔡明翰 明翰哥帶我們來看看 你看中國散戶都不相信 他們都好害怕 他們都覺得 你這次不要再騙我了 你又要來割我韭菜 但是外資券商 很多都已經調高了 對陸股他們的看法 是 我們先回歸 看一下這個基本面 整個架構要先跟大家講 陸股最近 應該說這幾年 整個經濟不好 其實重點還是在防市 防市 因為整個所謂的 可以看到這個浪尾樓 防市的一個下墜 所以導致經濟面 有一個比較明顯的一個衰退 但比較好現象 應該說後來 這個中國政府也看到了 所以一直出台 很多相關的政策 最近應該說在五月中 包含這個首套房 二套房利率下 這個下限都取消了 就是的一些政策又來了 對 政策 包含這個投款的比例 也都有開始調降 然後利率的部分都有保障 所以看起來政府要做事情了 所以沒有太大的一個問題 但是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中國房市的狀況 如果說一般住宅的部分來講 應該看起來有稍微 直穩的狀況 但是商業的部分又開始有下墜 所以整個架構我們剛剛提到 整個中國最大的問題在房市 房市到底是不是開始回升 就目前角度確實還沒有 還沒有回升 即便是北京當局已經想很多方法 政府開始做了 但是數字看起來好像還沒有救起來 對 但是大家看到政府要做了 所以包含零售銷售開始有開始回升 或者是出口貿易的部分也都開始好轉 所以看到有部分的經濟數據 已經有開始回升 但是我個人 我自己也覺得 真的中長線要走 甚至還是要持續看到房市往上勾 我個人覺得才是波段 我覺得目前的角度來看 應該說可以預期有一個波段的反彈 但是整體真正的經濟面 還沒有明顯的好轉 還是要看房市的變化 對 那剛才也提到 在這個長期下跌的情況下 上漲超過兩成 外資都看多 很多人跟我講這就V轉 對 看起來是V轉的一個走勢 那之前嚴格來講 其實前段大家都還敢講 漲了這麼多 趨勢出來才講 你可以看到外資很多 高盛 匯豐 大摩 可是我個人看到之後 我覺得有一點 老實講有一點點悲情 為什麼 因為你內容所有看完 都只有告訴你技術面 完全講不到任何其他的力多 所以每個人都告訴你技術面 對 其實老實講 外資榨不出任何力多 覺得可能還沒那麼快 但是現在大漲的情況下 簡單來講就是外資也告訴你 只能強短 結論就是只能強短 目前還沒有看到比較正向的訊息 是外資的概念 是 但是要跟大家提到 這外資講歸講 可是我個人覺得 A股其實基本面也沒有大家想像的差 這個是所謂的整個分紅的 A股分紅的狀況 那你可以看到今年 應該說到四月分去年的分紅 分紅所謂的分紅 就像台灣的發放股力一樣 其實A股裡面有超過七成的公司 都有發放股力 簡單來講 大家賺的錢其實蠻多的 而且你看 還是有賺錢 對 其實A股賺錢狀況是每年持續 包含今年到四月的分紅其實都創歷史新高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 應該是這樣講 他們現在也是呈現比較兩極化 房市相對不好 但其他企業運作都沒有太大的問題 所以就跟房市相關供應產業的這些企業 可能真的很淒慘 對 但是他們無關的好像還可以 對 其他的整體架構並沒有想像的差 而且重點還要跟大家提到 還有這個亞洲資金流的問題 因為最近他未接低 所以他開始大漲 自然吸引到亞洲最紅的市場在哪裡 在日本 對 因為日本這個 之前因為日元就是不斷的往上衝 就是貶值 大家這個概念 就是因為他只要日元貶值 日股就長這個樣子 對 對不對 然後漲多之後 在這個160碰到了 當時這個負利率結束 那大家覺得可能會持續這個 可能會整個架構來講 應該說慢慢沒有辦法持續貶值 重點是日央的部分也要開始竹貶了 所以如果說一竹貶之後會發現 他沒辦法持續貶值 日股就沒辦法持續創高了 發現有個問題 你可以看到日股是長這樣 入股是長這樣 所以短時間你也要知道 這種所謂的美系或英系的基金經理人 看到短時間長不上去 那邊開始V型反彈 所以大量從這裡的資金轉向入股 但是你剛剛提到梅嘎市 他們也是看短的對不對 對 目前應該這樣講 我個人覺得所有在底部 剛剛成形的情況下 大家都看短 但是會不會有長線的一個趨勢 我們必須邊走邊看 反個角度想 當年金融風暴從谷底上來的時候 大家一開始也是看反彈 對不對 然後等到走一段時間 看到經濟數字 因為股市厲害 就是在經濟數字還沒成形之前 他就會開始走高了 所以就目前角度 確實我們都先以技術面反彈 我覺得這是合理的 所以我們不知道 中國接下來他怎麼個救法 救不救得起來 但是目前看起來的確是 他技術線型看起來轉好 是 所以理論上 我個人覺得現在風險不高 低位階就是最大利多 我現在正在反彈 稍微搶一些反彈 我覺得無傷大雅 持續續報 如果未來發現 他救的狀況 真的越來越好了 那你就可以持續報值 甚至持續加碼 都沒太大的問題 那我們這只是要給大家概念 就是提到說 整個可以看到ETF的部分來講 都在持續走高的一個狀況 那只是要跟大家講 抓這個入股ETF 只有一個最大的MEGA 就是要抓量大的個股 量大的 對 簡單來講 只有量大代表的 他的手續費 未來趨勢 或折議價 都在合理的範圍 所以我們今天要抓兩檔 一檔是一倍的 一檔是兩倍的個股 如果投資人想要 這個短線價差 可以走兩倍的部分 我覺得也沒有太大問題 如果你只是搶個短 你就讓趕開下去 如果現在講反彈 未來希望能夠長暴的 我就覺得一倍的部分 可能是比較適合的一個方向 那簡單來講 大家看到這個短線 漲這麼多了 會大家就 這會很恐怖 但是要跟大家講 這個ETF 它是你給它錢 它去買入股 那重點是不是 台灣人過度熱情買太多 但是沒有 這檔ETF 現在還是折價的 現在還沒有溢價 真的 所以嚴格來講 不是台灣人太瘋狂 是入股太瘋狂 現在正跟著入股走 所以我覺得這個 倒沒有太大的問題 至於這個正二 目前是小小溢價 不到0.1% 所以我覺得 也都在合理 也還可以 對 所以簡單來講 就是大家 如果一開始就是要 鐵了心 我就是要搶短的 直接正二 不要再想太多 對 如果說 我覺得短線 我可能可以跟著搶短 但未來搞不好 發現趨勢對了 我也願意常抱的 那你就應該選擇 一倍的個股 我覺得是比較好的 一個方向 但明漢建議大家 你要看那個量大的 每天有量的 是 簡單來講 量大我就可以 就可以排除一切的 一個問題所在 重點 流量 對